哈喽我是手工时光 大家在我瓶子里装的是啥 仙气十足的樱花粉色甲水哦 超喜欢这个颜色 经营T2 Q弹Q弹抓不住的甲水 来生效果也是非常棒 超至于有没有 上期视频中讲的小可爱名单将在视频结尾公布哦 喜欢的小可爱记得留言关注转发哦 准备一个空盒子 然后倒入适量的热水 这里消入的热水的量 就是档下做出来的甲水的量 然后加入一勺瓜尔胶粉 勺子搅拌 混合均匀 因为是热水 瓜尔胶搅拌溶解不是那么太好 但是没有关系 加着倒入一丢丢洗衣液来成型 注意注意 洗衣液不要掉太多 倒入洗衣液会影响成型效果的 然后加入小伙伴们留言 最喜欢的樱花粉 然后用勺子来搅拌就好了 搅拌过程中会发现逐渐变得粘稠 然后继续搅拌就可以了 下锁可以加在洗衣液的前面 我只能因为是油性的消息 不好溶解就放在后面了 然后接着一直搅拌 一直到全部凝结成型 注意下瓜尔胶溶解不均匀的问题 做好的加水用凉水冲洗一下 然后放置一会儿就会变得透亮了 这个玩起来超爽哟 可以自己回弹 好了 恭喜这位小可爱获得得力浇水十评 然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脑筋最长弯 红蜡烛还是绿蜡烧的长 这道答案的小伙伴们记得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